大家好,我是 Ivan 期待已久的PS 2017 Version 1.5.0 就終於開始了 這個更新中最厲害的就是 變成一個導師系統 就是如你畫面所見的 這個導師系統最麻煩 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又要花錢 去抽這些導師 跟平時你的球員是一樣的 要花錢抽 第一次活動中 花100個Coin 抽5-7星 你說是否值得呢 其實就見仁見智 現在就即時抽一次看看 因為我沒有什麼球譚 我沒有什麼導師 可以見到就是一個6星 然後是5星 然後一個7星 1 2 3 你看到那個球譚 導師球譚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是分了 有一個時鐘 是62 效率是57 不是 效率是時鐘 然後下面那個是能力的上升 那7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等一下再研究 那下面有一個等級3的 其實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點下去就會看到它的意思是怎樣 那這些全部5星 就快速跳過 先看看 高7星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它有什麼東西 在下面有兩個等級 有兩個等級 OK 完成 好了 那我們現在有 這個導師 趕快去看看 這個訓練員 訓練的介面 就在這裏 好 好了 你看到我第一格 就是蘇華雷斯上去 這個是 一開始 他那個教學的時候 給的 也要試過一次 挺好的 一場就給你升一些 我有五個 我這個訓練員 是7級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好 先看看 已經打了一次 已經打了一次 那我就想一下 要把他剛才 把他剛才 還給的 7星 的訓練 因為始終都是 重點訓練 好了 你選球員 選導師 剛才就收了7星 那 這個導師 他上面 當然他有分星數 有一個訓練次數 訓練次數 就是這個 人 可以訓練 五次 訓練五次 就是他可以 幫你的球員 升五次 能力 但就不一定 同一個球員 就是一個消耗品 那 他的等級 等級呢 他會告訴你 他這個訓練 這個導師 是適合訓練什麼位置 好像這個 他是適合訓練 RB 這個位置 他可以訓練出來的 他的能力 旁邊的能力提升 會加多些 原來還有這些 新高 訓練27歲 大概是這樣 這些屬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適合 這樣訓練後 看什麼 我先隨便選了一個 看看這裏有些訓練的項目 其實跟之前的差不多 就是你每一 花雪糕和五個去升什麼 就會有機會升這些什麼 在項目中 就是 出現 在項目中出現 他會升的 這幾樣東西 還有其他 技能上面 看看那個導師的支援 不是每個導師都可以訓練到技能 好 他有一顆星 看拍就先看拍 因為是解說而已 好 看回下面訓練期間還有八場比賽 那八場比賽是怎麼算的呢 其實是看你的導師的訓練效率 你的導師的訓練效率是85 那麼 下面總的bar是寫著600 即是你打每一場 他就會加85 滿了超過600的時候 他就會能力上升 他的能力提升 在上面寫著72 其實我是不知道那72為什麼 不過他下面加8 大概可以知道 他 訓練完的時候 大概只加8點 最多加8點的能力 這個是我剛才試過一次的時候 得出一個看法 我會再確認一下 不過大概是不會超過8 即是在你看拍裡面 身體平衡 居下力量 跳躍這件事 三個加起來是不會超過 總合不會加8點 但是他會加多少呢 我猜吧 就應該是 8-7 即是他的72% 大概是5點到6點左右 好了 那個導師訓練就是 這樣 那 其他有沒有什麼更新了呢 就是 嗯 對 暫時呢 就是 只是發現了這些 這個導師的 玩法 那 訓練完券 是 是這個 我花了930個速度 換回來 因為 搞錯了這個 搞錯了這個 這個 維護的時間 那現在想抽幾隻 看看 什麼了 不過其實呢 我現在發覺呢 三十個速度 換一張券 是非常之 非常之不划算的 因為呢 他一到七星 他應該通常都會出一至三星 這樣那個 能力上升 其實就應該很少 不過你想想 三十個速度 其實有機會都 不會出到 很多 即是不會說 訓練得非常好 但是應該不會差得 那三星的訓練券 OK 今天的 時間 就到這裡 我都要再研究一下 這個導師系統 究竟是怎樣的玩法 好 拜拜